這個執行之後他會先問你 這是第一次會問你 他會問你說我先幫你找你那個電腦裡面的圖片 如果你要完整的就找 那如果不要就只掃描這兩個地方 那我就先按繼續讓他慢慢的繼續找 那我先把畫面還給老師 你也讓他稍微找一下 看看您的那個 電腦裡面庫存的照片有多少 你會發現如果你是用家裡的 很多成年往事被找出來 因為有很多照片你可能都不知道丟到哪裡去了 那大家稍微幫你找一下 那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可以幫您做 這個 照片檔案備份 因為 平常各位 老師如果在做備份的時候 其實 一般有時候你換電腦啦或者電腦中毒啦 那可能都是軟體要重裝嘛 資料也許可能要重弄 那如果你有用他的這個方式的話其實還不錯啦 還不錯因為 他可以直接復原回去 你當初做的那些設定那些整理 都還在 我覺得用起來是還ok 還ok 你可以做一個選擇 那 老師您有沒有都找到了 那麼您現在看到之後 他會照這個 預設方式會照日期 所以您可以發現這個收起來收起來 有沒有 這邊 2007年的 然後這裡 因為我們現在只找到2007年就這麼多 2006 對不對 好 這種方式有個好處因為 你在看比較方便 那第二個他在後面也會提醒你 這裡面有多少資料夾 然後呢 每一個資料夾裡面有多少張 這樣你再看會比較快 會比較快 再來 不管你 照片在怎麼掃 總是一頭拉骨 對不對 所以說平常我們在 看照片的時候 就要做功課 做什麼功課 你一定會有 有某些照片你覺得拍的比較好 沒錯吧 或者你比較喜歡的 或者甚至你網路上人家寄給你的啦 對不對 沒有裡面的 那麼 常常我們遇到的情形就是 我都會霹靂 我都要看過 是怎麼想 怎麼找都想找不到 很奇怪 為什麼會找不到 因為 你平常沒有做記號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 怎麼樣做記號 好 比如說 這個老師現在 擺這個pose不錯 那我就點到他 給他一顆星星 我們看書不是都用書籤嗎 一樣的嘛 你做個記號 折一下就好啦 你嘛 趕快啊 他有一顆星星 可以喔 那我們來看 再往下 看看還有什麼 這個 好 這張也不錯 點一下 好 再來 這個 小豬處理完之後 比較好看 換他 我現在是點了三張對不對 那以後我要怎麼找 很簡單 你從右手邊 這裡 有沒有 我相信你不可能記得 很少人會去記得那個張 照片叫什麼名字 所以你不太可能用這樣找 所以我們從這裡打開一下 有沒有看到有信號的 按一下 有沒有通通跑出來 你看 有信號的就這三張 對不對 擺在哪邊是都看到的 就很簡單啊 所以 平常要做功課 這個不是說你 就是一次就做完 你是平常就在累積嘛 所以你在找的時候就比較快 因為就好像你們叫圖書館一樣啊 因為資料量越來越大 所以你如果點了他 就說的 那再點一下 就恢復原來 全部照片都出來 這是第1種方法 第2種方法 星星多了 也會變成滿天星啊 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 靠日期 所以我們來找 你看我們剛剛點了三顆星星對不對 你看右手邊 有沒有一個日期範圍 現在是全部嘛 那我就你可能印象中你可以自己找一下 我記得最近6個月的 就這位老師而已 沒有別人 哈哈 這樣子就稍微比較容易找到了 當然你如果不要做星星 其實你用這個也可以 我現在沒有星星的狀態之下 我也可以調整範圍 有發現了嗎 我們左手邊是不是有增加減少 這樣也可以啊 就是說 相對來講你在找資料的時候容易多了 因為我們不太可能說你 針對每一張照片去怎樣 設什麼關鍵字啦 然後 設註解 我想你沒那麼困難 我們不是在做圖書館 所以 他雖然有這樣的功能 但是那個我就不介紹 我就不介紹 只是這個我們平常在找 應該這樣找會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一點 這是 一個方式 那他還有一個方式 是 實用性不高但是很有創意的 找東西的方法 怎麼找東西的方法 這叫做時間順序 但是我必須強調 我真的不太會用這種方式去找 因為很炫啦 你看喔 我要找這一天了對不對 他來抓過來 有沒有看過那個微軟 最近不是有桌上行的那種 就像那樣 你拉過來的時候 假設你要這個 他後面就變成你後面那一張 找一張 所以你會比較久一點的 快點抓過來抓過來 有沒有 但是我必須說這個使用性不高啊 因為你在看的時候不容易看清楚嘛 對啊對啊 所以要把苦就往後退 這也是很好玩 那他還有一個 是 解決稍微這個 不方便的 就從下面來看 你看下面好像那個有沒有 好像下那五指旗對不對 點數越多的 表示那段時間的 照相簿越多 點數越少的就表示 像這個有沒有 比較少 比較少這個時段 所以如果你要拉到這個時段你就有用力尾 他也會跑給你看 對不對 你看點到他 他就切換到那裡 那如果你要變成幻燈片 他也可以變幻燈片的方式去播放下一張 這個吧 他就變幻燈片 對不對我在螢幕上這樣一張一張看也可以啊 你也可以邊看邊做記號 好 跌滑邊看邊做記號好的就留下來 好所以這個是 另外一種方法給你看那 如果你要結束投影我就回到這邊 就回來 好這個是 我們在管理的時候 您可以做參考的方法 好您可以做參考方法 您剛剛看到的是加信號的方法 可是您會發現說 加信號 當我增加很多之後 是不是就 有信號就等於沒有信號 就跟我這邊看一樣啊 所以說我們這裡還有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就是 標籤 但是以往我們在做這種動作 我們在整理資料 通常我們直接把這個資料夾的內容就複製一份拿到別的地方去對不對 可是這樣會有一個缺點就是說 你越來越多版本 通常文件這種情景最容易啦 我這邊考一下怎麼考一下 結果你就搞不清楚哪一個是最新版本 裡面是什麼內容 這是最容易發生 那照片也會有 所以說為了避免這種情景 有一種方法 你看 假設我覺得我喜歡這一張 那 我就把它按右鍵 有一個真真字相簿 有沒有 今天我們把它按新相簿 好 比如說我這個是屬於網頁的 還是老師您去找那個有沒有 比如這是河邊的 好我就按右鍵 新相簿 這是河邊的 好我按確定 那麼您會發現在哪裡 在左邊有沒有增加一個叫河邊的 對不對 好 今天呢 它這個是虛擬的 它不是真正來 好像建一個這台叫河邊 它只是 好像做一個捷徑 有沒有我們桌面上不都有捷徑嗎 它會指到你原來的位置去 所以今天如果說 老師您可能有其他資料 所以我們再找一下 這邊好像也有 喔這邊好像也有 我覺得很恐怖 這裡有這個對不對 那我點到這個 按右鍵 清增到河邊 所以你可以發現我現在河邊 有沒有看起來就像在同一個資料夾 可是實際上它並沒有複製一份再出來 它是用虛擬的 所以說 當你要找它的時候 事實上它並沒有多一份出來 但是我可以利用這種方式去整理 那一張照片可以放了多少資料夾 沒有限制 因為你可能這個叫河邊的 啊可能另外的資料夾是我什麼時候出去玩 對吧 所以你可能是實體的只有一個 可是這個有很多分針放在別人那邊 的捷徑 那到時候就連進來 那你這樣就可以整理起來 比如說我這次上課要用的 我就整整理一個 那麼下次 你 不用說 整個資料夾就這樣 到處找找找 我自己的資錢在哪裡 讓你有 這樣整理就比較快 不會重複出來 那麼如果你要拿出來的 你可以把它怎麼樣 到時候等一下我們講 怎麼樣把它匯出 他們就會把所有照片都整理在一個資料夾給你就好了 你就不用再去找 這樣會速度會快很多 好所以 這個是兩種方法 一個是用信號的最單純 第二個就是你用 所謂的 資料夾的方式 好資料夾方式那我再稍微找幾張 一次加多張就這樣 按右鍵 一起加進來比較快 所以你看我這邊有變五張 所以你可以就是 一次選比較多張來做 這樣會快很多 按右鍵 按右鍵 假設我這是另外一個我就 用另外的 你可以 老師可以做一些註解啦 就這上面做註解 好你看我現在是有兩個 對不對 好那 萬一這一張也屬於河邊的你可以按右鍵 他要屬於河邊 所以你可以發現這裡 有沒有 他是不是進來了 這裡 他是不是還在 對不對 可是我還是只有一個檔案 就不會說一直 佔用空間這樣子 好佔用空間 那 等你這些都做好 其實以後再找是不是就快很多了 你可以整理隨時都可以用虛擬的方式 整理出一個 好比較方便 那 如果這個都做完了我們先來看一下 怎麼樣把它匯出 或者說你的資料做備份 因為我們最怕一個情形就是換電腦 換電腦有兩種情形 一個是自願一個是不自願的 但是不管了你就是要換嘛 那你要換的時候假設你看 我如果左手邊這邊都已經整理好了 就是這邊都整理好了 我的信號平常都有做功課都有做好了 你該不會想到換到電腦之後再重來一次吧 你點到多久要重灌零食店做一系統 我不知道我的話大概是三年 我希望能夠到五年甚至十年 但是應該是沒有辦法用那麼久 所以如果你有做功課了 你要再叫你重做一次 又不是吃飽太錢 對不對 所以說可以的話我們會建議從這邊 工具裡面 這裡有一個叫備份有沒有 甚至他還有一個叫禮物CD啦 可是我比較少那樣做 所以我們從這邊有一個備份 這個備份的話你要注意一下這個可能你要用安裝的才OK 因為我發現說用那個綠色的 有人就把他做綠色這個地方有問題 所以如果你要備份的可能要正式的話就是要用安裝版就不會有問題 那沒關係我先跟各位老師提一下 那原則上他這有個備份組 我先不管他 我先直接新增一個 因為他預設是可以備份到CD或DVD 可是因為現在大家的 這個資料都越來越多 DVD是多少 4.7 我們現在標準的話 4.7 那 所以可能不夠 所以通常我會選擇就是備份到某一個資料夾去 因為你的比如說你的隨身碟啦隨身硬碟啦或者另外一顆硬碟啦這樣子就比較方便 假設我備份到D槽下面這個地方 那我給他一個名稱 備份 好那 這裏面就包括所有的檔案類型我們把它建立 好這樣就由我為主 這等一下會有一個錯誤 這樣是不是就有我的 對不對 那麼你接下來要選什麼 你要備份的資料在哪裡 你可以全部都選比如說你這樣全部都選 對不對 假設你全部都要的話 那麼如果你不要因為有時候我可能只要抓幾份就好了 啊這個我要這個我要 這樣OK嗎 我覺得你可以自己挑 挑完了就直接做什麼 備份 這樣就出去了 這樣就出去了 那等一下我再告訴各位怎麼還原回來 我先裝一個正式的 好吧 現在這是裝完的版本 那麼 我現在一樣 到工具裡面的剛剛的備份圖片 這樣就不會斷斷斷了 好 那這個 好OK 所有的 好一個新的資料夾確定 OK 不能建議 好來 建立起來 好那我現在呢 我就把我要的勾起來 勾好了對不對 那我就按備份 他就開始做備份的動作 你來看一下 他備份完之後我們來看看 他會自動把這資料夾打開有沒有 就打開了 而且 你的桌面 因為我剛 雖然 這樣勾幾個 可是他是來自四面八方 對不對 不同的資料夾 所以說你看 有在H的 有在G的有沒有 也有在桌面的 那麼 您今天拿到哪裡 拿到這個檔案 拿到新的系統之後 你就按一個 他是不是有個restore 他就問你 你要 要復原到哪裡 假設你新電腦 也有G槽 也有H槽 那麼 你要原始位置 那他就復原 該放到G的就放到G 該放到H的就放到H 那如果你都不要 你要放在某一個資料夾面 那就 直接選 他就通通 跟他一起 可是這樣優點是什麼 你當初的那些所有的信號 標籤都會在 這是最大的優點 你不用 重新再做一次 就是 像這種方式 那最後利用 一分鐘 做一個動作 哈哈 什麼動作 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樣對不對 用這裡 有一個叫建立 有一個叫美術拼貼 或者老師您可以從下面這裡 有一個叫做美術拼貼 都可以 好等一下 我選 我要點到 這八張 來建立美術拼貼 啊最好啊 啊你給我美術拼貼 可以嗎 那 這個呢 他 這個叫做圖片堆啦 我們現在這叫圖片 那您去洗照片可能會有看到 像這一種的 有沒有 洗照片有的會給你小張的啊 自己可以做啊 嘿啊嘿啊 那如果你是照片堆 就是這個 啊 你有沒有想說 哪一張要放哪裡 目前沒有想 但是以後會想 所以說 我沒有辦法告訴你哪一張會放前面 但是我們只要點一下 他就會自動洗牌 哈哈哈 所以可能沒有辦法 讓你哪一張放哪裡 可是你可以洗牌 好那洗牌之後 好了 你就可以建立起來 預設他這個背景是灰色的對不對 你可以選擇要白色或黑色的 好這都可以用 或者你要用圖片 不過通常比較少用圖片啦 用單色的機會比較多 那如果好了 我就可以選擇 我要輸出到哪裡 比如說我放在 不要放桌面好了 因為桌面太多東西了 好放在 他就會把它建立起來 那麼他有一個 不知道算是優點還是缺點 就是說 當你在這個建立的過程 建立的過程 他事實上 這張照片會變多大 會變一個這麼大 會變 跟你的螢幕解析度一樣大 也就是1024乘768 所以我們剛做完了這一張 你沒有辦法指定大小 不像我們光魔術手 你可以指定大小 有沒有這一張 他預設檔名是這個 那如果你在做第二張 就支一支二支三這樣 但是這一張多大勒 其實在左下角有看到啦 有沒有 是不是跟你螢幕解析度一樣大 他可能是不希望 把這個功能做到讓你可以 就是 就是 充印啦 因為這樣可能會跟充印業者有 有衝突 所以他就是讓 這個功能就是維持在 螢幕上來看這樣子 可是你在怎麼變 你應該也不可能變得很大吧 對啊 那所以我就有用這個 功能偷偷做一個網 不是偷偷做一個公開的 做一個網頁 但是這是有收錢的 有沒有 對啊 對不對 雖然我們 你可能用影像櫥產體 也可以排這樣子 只是 偷懶的時候 就這樣排一下就好了 就可以用了 對啊對啊 這樣效果也還不錯啦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就是說 他其實 皮卡薩本身 他也有一些影像櫥的功能 只是我沒有特別強調他 因為 可能我們用 管理魔術手做到會比較多 那就是 我們把他比較重要的功能把它做出來 那禮物CD 這個就是 他會把 你要給人家照片 勾一勾 你看這裡加入更多 給朋友的就不用客氣對不對 對啊 平常你要洗出來的話 你要想 你要洗幾張 現在不是 你要幾張光碟 哈哈哈哈 嘿 我都收給你 你要什麼爸爸都給你 哈哈哈 開玩笑了 那這樣子 那你就把它燒起來 不過他只能燒CD 他不能燒DVD 這是他的限制 但是他 會自動把一個東西放進去 所以你看一下 有沒有附上這個 對不對 對所以他放進去會有Auto Run 那就會自動變成投影片播放 所以這叫禮物CD 像這樣子 那給各位老師做一個參考